剛才我們在這裡的姻緣能夠這樣持續下來 也很多人都默默地在扶持 很多人都默默地在承擔 真的就是說要有很多姻緣 這樣才能夠形成 以後要禪修方面也需要大家一起來發心來扶持 像如果大家有適當的地點的話 都可以提出來 讓謝經理你們幾位再去討論 看哪裡比較好 你們在哪裡我都可以 高雄方面他們動作蠻快的 高雄他們現在高品地區 他們現在已經有找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也還蠻不錯 前天有去看過 還蠻不錯的一個地方 他們現在那個地方已經答應要借了 所以這很好的姻緣 大家好好珍惜 我們文師之後就進入實修實證 實修實證我們預計是要多久時間 我目前的階段是先完整的三天 目前的階段的話是可以說是先完整的三天這樣 那你出去多久半年了 但是你一直下旗還怎麼樣 你還有預計嗎 對啊看大家的情況 一方面我們要看地點看場地 然後看大家的需要這樣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因為大家的需要而才產生的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叫做平等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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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次有透過這個魚缸來跟大家講過就是說 什麼叫做相在這大家知道了吧 上次我們也有講過什麼叫相在 什麼叫平等會 上次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這個相在方面 它文字上很容易了解說什麼叫相在 但事實上它的含義是很深的 如果你這種觀念因為這個不容易突破 這個很不容易突破 我們眾生常常會甘願淪為赤等人民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說你在我裡面 這個會產生什麼 這個裡面會有什麼 對會有我慢產生 這是一個心態喔 再來是 我在你裡面 這個會產生悲慢 今天我們還是在把這個講一下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大家如果說在這個文詩 文詩這一段期間下來 如果說你真的能夠體會到這裡的話 這個已經很值得了 你會從我慢跟悲慢的這個二元對裡面操作出來 一般的宗教很多的這種情況都是用這一種在掌控信徒 如果你認為我只是一條小魚 我在你這個魚缸裡面 我在你裡面 所以你這種我在你裡面 你是我的大恩人 你是我的主宰 你是我的什麼 我都要依靠你 我要仰賴你 我要怎麼樣 這時候你那個悲慢一定產生的 這樣知道嗎 如果你認為說我是這個魚缸 所以你認為你這個魚在我裡面 你在我裡面 所以這個我 我是我能我慢就會存在 這個就是我慢 這個就好像說 我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你現在如果站在這個魚缸的立場 我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那你們是要看我臉色的 你們是看我的 我仰你們 你們在我這個公司裡面 你就要聽我的話 像這個 就是說因為他認為說 你在我裡面 所以這裡面就是我慢 那如果說 你認為說我們只是個小職員 我們在這個大公司裡面 哇 我們這今天我們處處都要看老闆的臉色 我們處處要做人主宰 所以我在你裡面 所以你展現出來的就會是一種悲慢 那為什麼自卑它會裡面還有慢 因為你現在你沒辦法平等心來面對你的董事長 沒辦法平等心來面對你的總經理 沒辦法平等心來面對你的上司的話 那麼你今天是一種悲慢的心態存在 因為你今天是委屈 有一天當你閒語翻身的時候 當起老闆的時候 你會展現出你在我裡面 媳婦熬成婆的時候就會又這樣出來 這樣知道嗎 你今天如果不能以平等心來面對你的上司 你將來你不會以平等心來面對你的員工的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們說 那我今天如果我們是員工 那你一樣啊 為什麼我們不用自卑呢 你雖然是董事長 你雖然是總經理 那我雖然是只是個職員員工 但是你有你要做的事情 我也有我要做的事情 我把我這份工作 我認真盡責地把它做 那你有你要扮演的角色 那你做你該做的事情 你為公司你進一份你的盡心盡力 那我也是盡心盡力在做 雖然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事實上我們都是平等的 這樣知道嗎 陳水扁今天他雖然是當總統 他有他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沒有比他渺小 你絕對沒有比他渺小 你也不用卑躬屈膝 不用逢擰八截 都不用 我們感謝他默默在承擔很多的重責搭任 但他一樣他扮演他的角色 那我一樣扮演我的角色 所以我們只是扮演的角色不一樣而已 那我們都是平等的 好 當然有一天你成為董事長 成為總經理 成為行政院長 成為總統 一樣你會以平等心來面對你的屬下 面對你的員工 你不會說 你不會有那種欺世靈人的那種心態 不會的 你會以一種感恩的心 今天我雖然是董事長 但是我們今天大家是生命共同體 我們都是一體的 每一個人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是大家都同等的重要 所以你會以平等心來善待一切眾生 這叫做平等慧 這樣知道吧 就是要超越那個悲慢 超越我慢的這種心態 你能夠真的體會到這些的話 你慢慢會去體會到 有個很重要的 修行上有個很重要的體會 你跟佛陀完全都平等 你沒有比佛陀小 你沒有比阿彌陀佛渺小 同樣的 如果是基督徒的話 你沒有比耶穌渺小 你跟耶穌完全是平等的 跟佛陀完全是平等的 這個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來到平等慧 所以佛陀成佛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無上正等 正絕 那個正等就是完全平等 體會到 當他成佛 他體會到 跟一切的眾生完全都是平等 沒有誰大誰小 沒有誰有誰類 沒有那種悲慢 沒有我慢 這樣知道吧 所以說我們慢慢地要去看到 因為怎麼樣呢? 為什麼說那你跟佛陀跟耶穌跟所有眾生都是平等呢? 因為所有的眾生都是大自然 宇宙各種現象 因緣聚合之後所產生的 大家都是來自緣起 都是來自緣起 那每一個人也一樣都是受著這個自然的法則 無常 無我的這種法則的運轉 沒有任何人能夠例外的 只是你不了解的時候 就是無靈的眾生在跟這個大自然法則對抗 自討苦吃 在苦海裡面 浮浮沉沉就這樣而已 那佛陀一個覺悟者 一個覺悟者 他跟眾生不同的 他不是說多長了什麼三頭六臂 不是這樣 而是他因為了悟了這些實相之後 他不再跟這個大自然法則背道而馳 融入這整個大自然裡面 跟整個大自然法則完全一體的運作 就這樣 好 這就是平等會 這樣大家知道 好 再來我們看第七節 若於色 說是 生厭 離遇 媚境 極境法則 適明法思 但是 前面這個我們再補充一下好了 我們剛才講就是說 你沒有比佛陀渺小 你沒有比阿彌陀佛渺小 所以你也不要向佛陀祈求什麼 騎 那是那個乞丐的騎 你不用當乞丐去跟佛陀祈求什麼 你也不用當乞丐去跟阿彌陀佛祈求什麼 你也不用當乞丐去跟耶穌跟上帝祈求什麼 因為你本來就沒有欠缺什麼 佛陀成佛也沒有比你多出什麼 這樣知道 我們再來 我們現在請大家看四十五月 經文這裡 經文的倒數第三行 倒數第三行 比丘當之凡夫染息無欲 無有焰燭 因為你感覺欠當欠塞了 欠東欠西 四十五月經文倒數第三行 凡夫染息無欲 無有焰燭 而聖人智慧成滿 而常知足 為什麼他常知足 因為他體會到沒有欠缺什麼 眾生就是沒有療悟 覺得我欠缺很多 欠東欠西 所以沒有知足 好 我們再來回來看前面第七 今天剛才所講的這些 這次都是很重要的 那個學佛上面很重要的心態觀念 如果你真的能夠體會到的話 那要超越要突破很快 很快 你不要淪為那個次等人民 然後一直在向心外去求去求 都是平等 好 我們再看第七節 佛告比丘若於色說是 生厭離欲滅淨 極淨法者是名法師 這就是佛陀對一個什麼叫做法師 什麼叫做法師 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若於色說是 這個說是 就是說他體正道而認同 他有體正道 對現象界的這些一切 他已經有體正道而認同 所以他產生厭離欲滅淨 極淨 內心極淨 也就體正道這些三法印 體正道內盤極淨 無常 無我 跟內盤極淨 像這樣的話才有資格稱作法師 再來 第二個就是說 什麼叫做法赤法相 佛色相 厭離欲滅淨 士兵法赤法相 也就是說不管你從哪個角度 這個色則它只是一個代表而已 不管你從哪個角度 你都能夠逐漸地去體悟而導向 厭離 離欲滅淨 也就是體正三法印 然後解脫自在 按照這個次第步驟逐步的進出 近日 這個叫做法赤法相 再來 余色生厭離欲滅淨 不起豬肉 心正解脫 士兵比丘 見法內盤 這個見法內盤就是憲法 憲在 憲世 解脫了 佛教所講的見法 開悟 真正的開悟 真正的見法 就是你要從不同的任何角度都能夠去看到三法印 然後你真的能夠去入內盤其境 厭離欲滅淨 不起豬肉 心正解脫 這樣的話才能夠叫做真正的開悟 那你能夠這樣 你就能夠憲世 解脫自在 見法 你一定是活在現在 活在當下 你才能夠見到法 那你憲法內盤就是憲世解脫 那個憲法內盤就是憲世解脫 所以原始佛法講的都是現在的 不是未來的 不是遙不可及的未來的 再來 若比丘余色說 厭離欲 媚禁士兵說法師 前面 後面這一經跟前面第一節所講 前面這一經所講的 前面叫做對法師的一個定義 後面是說 說法的法師 你這個法師 你要跟人說經說法 你要說還是說什麼 就是要說到這個 若比丘余色說 你就要說法的就是 能夠引導大家去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 而遠離顛倒夢想 那個憲就是遠離顛倒夢想了 你要引導大家去體正法憲 然後遠離顛倒夢想 說憲 離欲 媚禁 這樣才是真正的說法 這樣知道 這個定義都很簡短 但都很重要 寒言都很深 好 我們現在請大家看第八節 前面像這個法師 法赤 法相 還有憲世涅槃這些 建法涅槃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去消化 去體會 我們再來看第八節 這裡 你看這兩行 它很簡短的把那個無禁跟禁定義出來 那於此無受音 如實知 你看前面是不知 不見 後面是知見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所講的 不管你從孕界處 從身心內外任何角度 如果你不了解無常跟無我這個法印的話 那麼這個叫做無名 那你開發智慧 你真的大策大悟 就是把這些無名轉為名 你能夠體正三法印 所以整個修行 這都在告訴我們 整個修行解脫的重點都在這裡 所以我們不要錯用功 不要把目標 不要把生命 浪費在外緣一些方便法上面繞 要去到核心 好 那前面這一行 有一句話說 如實不知不見 無無間等 那個無無間等就是說 未能限觀 無它是 就是沒有啦 無間等 無間等它是說限觀 無無間等就是未能限觀 也就是說 你沒辦法活在當下來看到法 沒辦法回到當下 回到現在來見到活生生的法 那個意思 像這個都是屬於無名 好 我們再來看第九節 這一節很重要 很精彩 但是這個很深 這一節跟下一節 我們講到這個比較深的法義的時候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深的 可能對有些人會覺得說比較難懂一點 但是大家要慢慢去消化 因為這是講到很深的這些法義 要先了解 先去文師 然後慢慢去消化 在實修實證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實際要去清證這方面 設無常 受想形式無常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內盤即淨 這就是說有人跟比丘談 跟禪陀 比丘提到 就是說一切無常 一切法無我 內盤即淨 但是我耳時與諸比丘 那時候我就跟他們講 我以知色無常 受想形式無常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內盤即淨 這就是三法因 我知道 你跟公教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我看到我內心裡面 卻是在抗拒 我內心裡面還是沒辦法接受 還是沒辦法認同 我看到我內心在抗拒 一切租行空極 你跟我講空 理論上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內心裡面我在怕 怕空 理論上我可以了解無常 但是我內心裡面我還是在怕無常 理論上我可以了解無我 但我內心裡面還是在怕無我 所以這就是說 反正我不喜歡一切諸行空極 不可得愛盡離於內盤 所以這就是說 理論上我知道 但實際上我還是看到 我沒有 對這方面我真的還沒有做到 那如果你說無常無我 你說無我 那麼此眾雲何由我 而眼如是智 如是見 似柄見法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跟我講說無我無我 那麼那到底誰在修呢 到底誰在證呢 誰能證呢 我明明這個我在這裡 我有苦 我可以修行 我可以證國 不是有這個我在嗎 那你怎麼說無我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跟我講說無我無我 但是我又覺得說 我還沒辦法體會 因為這個我還是在 我有苦 我可修可證 如果說沒有我 那誰在修 誰在證呢 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吧 所以這裡這是很重要的 它幫助眾生 釐清你內心裡面的那個癥結問題 好 這時候阿蘭與禪陀炎 因為這個禪陀他是跟阿蘭反映出他的問題的 然後阿蘭就回答他了 那因為阿蘭這時候他本身 阿蘭還不是阿羅漢 那他雖然是佛陀的侍者 那他聽過很多 但是他還不是阿羅漢 所以他本身沒辦法講出他自己的正量 沒辦法講出他自己的實修實證這些 那他就只能夠怎麼樣呢 像陸陰帶這樣 他轉述佛陀所講的 所以阿蘭就是說 他就講 他很實在 他很如實 就是說 我聽你這個問題 那我曾經聽佛陀向另外一個人 開示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一個解答 那我這樣如實地轉告 讓你知道 好嗎 所以就是這樣 阿蘭就與禪陀炎 我親從佛文 這時候 因為佛陀曾經叫過 我摩荷家沾沾言 那重點內容就在這裡 佛陀曾經開示過 四人顛倒一語二邊 若有若無 世人取責諸境 心變即早 注意 這裡面佛陀就很簡潔明了地講出來 眾生只要他還不是一個解脫者 眾生都是顛倒一與二邊 一與二邊是什麼意思 對 就是在二元對立的世界裡面繞 都是在二元對立的世界裡面繞 都只是抓一邊 追一邊 都只是抓他的藥 排斥他的不要 若有若無 不是抓有 就是抓空 若有若無 不是抓這個 就是抓那個 都是只在抓一邊 世人取諸境界 心變即早 眾生遇到各種境界的時候 然後心就被那個境界連住了 遇到可意境 你就一直在貪 在抓 你就被這個境界抓住 成為境界奴隸 遇到不可意境 你就起撐 在逃 在避 那你不要以為說 我在逃 在避 我不被那個境界抓走 有沒有 有沒有被境界抓走 蛤 有沒有 遇到不可意境的時候 你在逃 你在避 你在撐 有沒有被這個境界抓住 對 有 你不要以為說 我沒有去抓 我們要去抓 我們要去抓 所以我們不是被這個境界抓住 錯了 因為這個境界對你來講 他就是給你害得到 他就是愛住你了 這個愛是愛著的 害得到 主愛就愛了 他是給你害得到 你的心穿上去抓這個境界 把你害得到 所以你的心是這上去抓他白條 這樣知道嗎 所以 自人取諸境界 就遇到各種境界 可意境 不可意境 心都穿上去境界白條 心變計早 這是一般眾生 好 那佛陀就說 加三言 若不受 不娶不住 不濟於我 此苦生死生命死命 什麼叫做不受 不娶不住 不濟於我 怎麼樣 是不受影響 也就是說 你要能夠每一個境界都要看到 它的畏跟壞 正面反面你都要能夠看得到 這時候你才能夠理 你才有那個中道的力量出來 所以你才能夠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你說要不受 不娶不住 不濟於我 你一定要緊到法 你如果沒緊到法 你沒看到無常 沒看到無我 你沒有看到未患 你沒辦法不受那個境界影響的 所以說 理論上我可以知道說 要不受 不娶不住 不濟於我 問題是你要真正做到 你一定要緊到法 你一定要有潛途去看到未患 這樣才能夠超越二元對立 好 如果你真的有這種力道出來的話 那麼你會站在一個比較超然的立場 此苦生死生命死命 這一句話就是說 那個苦它是代表一個境界 瞬境逆境這些都是 無常境界這些都是 這個苦 也就是說這個境界 生死生命死命 當自然現象它要發生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 這裡面就是包含有一個全然的接受 這樣知道嗎 就好像說颱風要來 那這個颱風不是我去找我來的 我也沒有能力去把它趕走 你如果在那裡對抗 在那裡不希望要對抗那個颱風 不希望颱風進來 偏偏你的心跟這個颱風就在那裡對抗 所以你就那個心跟這個境界 你就有什麼心態 有抗拒 也就是說有贏有聚的心 有抗拒 有凝聚心 像這樣的話你就沒辦法讓境界自然的生自然命 所以這裡就是說你能夠一種站在超越 比較超越的那種立場的話 那麼你就能夠讓境界此苦生死生命死命 也就是說包括說颱風 地震 或是自然的這些現象 它都是一樣 讓它自然生自然命 因為你沒辦法去扭轉 你沒辦法去主宰 你沒辦法讓地震不發生 不管你修行境界再多高 不管你再做幾百幾千場的大法會 你都沒辦法讓地震不發生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 那麼你就可以改變無常法印 你就可以推翻佛陀舍獎的無常 無我 這樣知道嗎 佛陀他療悟這些 佛陀從來不去做這些 這樣知道吧 因為這是大自然的現象 你不可能去改變 所以你想要去改變那個大自然現象 這就是我慢 那到最後 還不是一樣 照常發生 所以大家要去瞭解 那你這樣才不會把我們的生命 浪費在那個不必要的上面 浪費在那個本末顛倒上面 好 我們再看 佳真言 我與此不以不惑 不由於他而能自知 適免政見 就是說 你只要對我剛才所講的這些 你能夠不以不惑 不由於他而能自知 這個自知表示說 我剛才跟你們講的 無常 無我 這些法印 你能夠實際去體證到 自知就是說 你能夠親自體證 這個才叫做政見 一定要自己去親證到 才算 不由於他而能自知 不由於他就是說 我佛陀所體悟到的 還是我的 你個人你只是文師 你沒有去實證的話 你還是沒辦法體會到 但是是恭敬他 感恩他 協助我們 告訴我們一條明確的路 那這一條路我們要自己去走 要自己去做 這叫不由於他而能夠自知 親證 這叫政見 如來所說 所以則何 加三言 如是正觀世間疾者 則不生世間無見 如是正觀世間媚 則不生世間有見 如來禮語二邊 所語中道 所謂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是為原無明有形 注意這裡蠻重要的 我們現在請大家 稍微做一個記號一下 如來正觀世間疾 把那個疾圈出來 如來正觀世間疾 則不生世間無見 把那個單單那個無字 你在字上面可以把它打個叉 不必完全塗掉 不必完全塗掉 就本地把它打個叉 那個無字 再來 如是正觀世間媚 把那個媚圈出來 則不生世間有見 把那個有 單單單那個有字 那個有這個字把它打個叉 好 這樣的話大家就比較容易了解這句話的生意 這就含意很深 如果你能夠真的看到 觀察到 如是正觀世間疾 這個疾代表什麼意思 苦運喔 苦因喔 不是 這個疾代表什麼意思 不是 它這裡的疾不是那個意思 也還不是 不是修行方法 也不是抓取 十二英文 十二英文有展到一些 聲情 世界的聲情 對對對 這個疾告訴我們就是圓其有 也就是現象界 它這裡的極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那個緣起的有 現象界 所以這句話不容易了解 你能夠如此正觀到世間的所有的這些現象界 這緣起有這句話 那麼則不生世間無間 就不會產生什麼? 蛤? 對 對 你如果看到這個世間 緣起有現象界這些話 那麼你就不會產生那個斷內見 就不會產生斷內見 不會落入頑空 這樣知道吧? 因為世間眾生不是在那裡只有 不然就是在那裡執著空 所以有人修行之後他沒有正確體會 然後他會產生悲觀 消極 覺得說落入空 然後到最後他覺得人生都沒有什麼意義 對 有沒有 那個意思就是他又落入斷內空了 這個都沒有正確了解那個法意 所以你能夠如死正觀世間極 就是現象界的這些的話 則不生世間無間 你就不會產生那個斷內空 完空那一種 再來 如死正觀世間極 則不生世間有見 如死正觀世間極 這個極是什麼意思? 圓其媚其媚 也就是說你能夠去看到這個世間 這個無常生媚 看到這個現象界 前面是這樣 你看到現象界 圓其有的話 那麼你就不會落入那個斷內空 完空 但再來 你要看到現象界它本身呢 它是無常生媚 而且它本身 現象界它又是層柱壞空 它本身有層柱壞空 如果你能夠看到現象界本身它就是一樣 都是無常生媚 層柱壞空 那麼你就不會產生世間有見 那個有代表什麼意思? 常見 對 常見 你就不會產生那一種恆常不變的觀念了 常見了 這樣知道吧 所以這個 這就是說 你如果能夠看到現象界 圓其有的這些的話 那麼你不會否定這個現象界的存在 你不會落入完空 端昧空 你人生也不會悲觀 不會消極的 再來 再來 如果你能夠看到現象界 圓其有的這些現象 你能夠去看到它無常生媚 層柱壞空的這個實相 那你也不會落入常見 不會落入那個橫腸 不會去抓橫腸 這樣知道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一般眾生容易在不是抓油 就是直空 那個空不是真正的空 那個是斷昧空的空 一般眾生就是常常容易在這個完空斷昧空裡面 不然就是抓橫腸 橫油 所以不是在空 就是在油之中 在那裡 落入兩邊 那我們看佛陀是怎麼樣呢 如來 就是佛陀本人 如來他是禮與二邊 縮與中道 禮與二邊 就是超越這兩邊 超越二人對立 而所與中道 就是走在中道上 然後也跟大家講什麼叫做中道 所謂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為緣無名而有形 那歸納出來就是說 這整個現象界它都是有因有緣 這個生期也是因為緣聚而生 那緣聚而生 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那它會緣昧 你不能夠去抓它的橫腸不變 這樣子 好 我們這個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有人就那麼說 這個《心經》所講 五韻皆空 四大皆空 什麼都空 什麼都空 好不好 你說什麼都空 如果 這不要賭氣 我們是舉例的 如果你真的 你敢從六樓跳下去 那你身體都絲毫無傷 那我說你真的全部都空 你這樣知道嗎 六樓跟地下跟地面 它還是有它的落差 這個房子它不是完空 房子還是有房子的存在 你跳下去還是會死 你跳下去還是會死 這樣知道嗎 你在那裡講很多的空 一大堆的空 一個木槌把你敲下去 你的生氣憤怒就出來 就不空 所以就是說一般眾生都喜歡在這個 藏啊 烏啊 油啊 空啊 就在那邊繞 那樣都沒用了 你要真的要去體會到 什麼叫做緣起有 什麼叫做緣昇 緣昧 好 那後面的時候 十二無兵緣起 這些我們以後再講 以後再講 好 你看 當阿蘭這樣跟這位蟬妥說過之後 他就你看 遠程離垢得法眼鏡 遠程離垢就是它能夠歸零 把過去的錯誤的知見全部都放下 能夠歸零 也能夠放下過去的抓取 得法眼鏡 你看 得法眼鏡 這就是阿安經所講的 開悟 見法 證果 開悟 見法 證果 但是這個 他證到極果 這個還不一定 不是說這樣他就徹底了悟 不可能 因為阿蘭還沒有證到阿羅漢國 他只是多放這樣而已 所以他可以了悟這些法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說 他可以證到出國這樣 好 一切形無常 內盤極境 這是宇宙永恆的三法印 注意 這是宇宙永恆的三法印 若不了悟大自然的運行法則 而與之抗爭苦就產生了 這裡我們要 還是我想這一點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你看 我們講說一切形無常 一切法無我 虐盤極境 這裡我寫的出來是說宇宙永恆的三法印 實相的存在是無常跟無我 那我們一般 我們以前常聽到的三法印 事實上是講無常還有什麼 對 無常還有苦 無常還有苦跟無我 這個就是一般在苦海中的 眾生的三法印 這是一般眾生所處的世界的三法印 無常無我它是存在 但是因為不了解不了悟 無靈 所以就產生苦 這是沒有解脫的眾生就是這樣 那一個解脫者他就是了悟無常無我 所以他從苦海中處理了 所以他的苦消失了 對解脫者來講 這苦它是熄滅了 它是滅盤極境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苦它不是永恆不變的三法印 你知道嗎 有的人認為說三法印就是無常苦無我 事實上不是這樣 這是苦海中的眾生的法印 因為事實 實相的存在是無常跟無我 它這個是不管到哪裡它都存在的 而這個它是中性 我們上次有講過嗎 無常跟無我它是中性 以後我們還會再講解 再播放一些飯燈片 來讓大家看更具體的了解 為什麼說無常跟無我它是中性 現在大家慢慢了解 以後才不會怕這個無常跟無我 眾生就是不了解無常 無我是中性 所以會怕 所以會抓 好 那一般人就是因為你不了解這個 那你跟這個現象在對抗 所以產生苦 當你了解這個實相之後 無常跟無我實相之後 你這個苦海消失 如果苦它是永恆不變的法印的話 那你 蛤 對 你就抗不掉 你就不可能有處理的 因為你到哪裡都是苦 所以有的人 有的修行人他從文字上講說 這個經典講 無常即苦 苦即無我 無常即苦 所以這麼說 無常跟苦它就畫上等號 就這麼說 無常就是苦 所以那這個世間 遍一切出都是無常 宇宙到哪裡都是無常 所以這整個宇宙存在它就是苦海 所以把這整個世間 把這整個世界都解釋成是苦海 就是世界完全 跟涅槃極境是有什麼狀行 對 對 涅槃極境是中性 無常 無我 是中性 這個更是不用說 這是更深的 所以有的人他誤解了 有的人就說 無常就是苦 所以到哪裡都是無常 所以到哪裡都是苦 這個不能夠畫上等號 所以我們今天有講過說 無常跟苦之間就是來自於它有一個觀點的 來自於你不了解的時候 你背道而馳 這個苦才會產生的 所以當你了解之後 這個苦地它就會消失 所以我們說佛教講說 出離苦海 出離苦海到達內盤彼岸 就是你認清了這個實相之後 你這個苦就消失 這樣才能夠叫做解脫自在 這樣知道吧 所以不是到他方世界去 因為到他方世界還是一樣 無常 無我 不要心愛去求法 這整個世間是無常 無我的實相 但這個世間境界不會不會解決到 是你沒有認清真理實相的時候 你自己在背道而馳自討苦吃 當你了悟之後 你就會遠離顛倒夢想 所以那個禮 那個艷禮力量就出來了 所以你就能夠逆反極境 所以那個娑婆世界是重生的嗎 對 娑婆世界 但是這個娑婆世界不要把它認為 它就是客觀的苦海 它不是整個就是苦海 事實上 娑婆世界它講的就是 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世間 但它不是說整個世界 它客觀的存在就是苦海 而是說在這個世界裡面 眾生沒有見到法 沒有了無真理實相化 都是在苦海裡面 這樣知道吧 眾生 因為在這個地球上 現在將近60億人 有沒有超過 60億人左右 在60億人左右 能夠處理這個苦海 而到達解脫的不多 不多 絕大多數的眾生就在這個苦海裡面 但不是說它本來就存在 不是說這個無常它就是苦海 不是這樣 好 這已經蠻重要的一節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苦是怎麼產生 那這樣你才會掌握到那個苦 怎麼樣才能夠消失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那個目標不要放錯了 不是在外面的世界上面 不是在那個外面 到外面去祈求 去乞討 好 許多修行人雖然很會宣說無常無我 但事實上骨髓裡面卻是很怕無我 很怕空 很怕無我 很怕空 那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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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在排斥這個阿韓經的背後心態 他在怕的是什麼? 就是在真的深層他內心深層裡面 他在怕無常 在怕無我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真正體正到無常 體正到無我 他還有這個我 所以他會建造一個大的山頭 那這個阿韓經如果讓他存在成立的話 那他會怎麼樣 他的山頭會動搖 會一直搖晃 會一直地震 怎麼辦 怎麼可以呢? 所以他會繼續抓 然後會排斥 所以認為說這個是不了意 但是佛陀就講 這沒辦法 後面還有佛陀那個心聲 還有佛陀講出那個心聲 我只是告訴世間這個實相而已 但是你們要在那裡 我看到那些 我就覺得說真的佛陀 一樣把他那個心聲講出來 方便隨順成就 而用心求令我諸漏盡心得解脫 當之比比丘忠 不能得漏盡解脫 所以則何不休息故 為不休息戀觸 正勤如意足 更立 絕道 這裡大家寫一下 不休息戀觸 那個寫一個四戀觸的四 你只要寫上面一個 戀觸講的是四戀觸 所以你寫一個四 一二三四的四 再來正勤的意思一樣 寫四正勤的四 如意足 你就寫四成組 再來根 旁邊寫一個五 五根 立 旁邊寫一個五 五立 一 絕 旁邊寫一個七 七絕之 道 旁邊寫一個八 八正道 這就是 這裡所講的剛好就是什麼 對 三十七道平 四戀觸 四正勤 四如意足 這已經是十二了 五根五立合起來二十二了 在七絕之八正道合起來就是三十七道平 也就是說 佛者這裡就講 一個人如果他沒有腳踏實地 好好的去實修實證的話 那他就是不可能解脫的啦 你要對高談擴論 或是要訴訟 或是老是要在哪裡遁 遁 遁 你不管你怎麼樣 你沒有腳踏實地下去做 你就沒辦法解脫主宰啦 因為你要頓悟一定是來自於你的 什麼 建修啦 你一定要有建修的基礎 你才有可能啦 所以一個人他不能夠解脫 到達內盤彼岸的解脫 就是因為他不休息 不休息哪些 就是沒有 不想弄腳踏實地 老老實實地實現三十七道平 那佛者就比喻啦 譬如伏雞 生子眾多 也就是說那雞毛啦 雞毛生了很多雞蛋 生子眾多是長雞蛋 生了很多個雞蛋 但是他卻是不能隨時印流消息能軟 也就是說這個雞毛這個雞蛋 沒要這樣實實在地去補 沒要去復旦 像這樣 但是他卻在旁邊 或是出去玩 或是在旁邊在哪裡 他在等那個玉令子 遺嘴 遺爪 左軟置身 就是說你沒有實實在地補 但是你卻是要對待那個雞蛋出事 要等那個雞蛋 那個小雞蛋